同學 我其實很訝異 他們選我的那個 青專輯當中的 給那年的自己 因為 這首歌不好唱 然後要當那個 畢業同樂會的歌 我覺得大家會飆死耶 因為從頭到尾一直在 但是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如果喜歡這種 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 對自己青春的一個 吶喊的一種熱血的態度 我其實也覺得也是很適合 只是說 我很期待待會兒 跟大家一起唱的時候 沒關係就是你們可以低八度 如果真的很ㄍㄧㄥ的話 不然我從台下看下去 每個人的臉都會很猙獰 我一個人猙獰就好了 你們放輕鬆沒關係 可以幫你解釋一下 這首歌曲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我覺得在講成長這件事情 其實有些時候我 我記得我小時候 特別是念書的時候 很想要趕快長大 因為過了念完書這一關 就會開始工作 可以賺錢 然後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念書那時候對我來說 好像是人生既定的路程 就是你必須走完 然後沒有好好去享受 真的當學生的時光 那現在出社會工作 其實就真的覺得 其實學生時期是 很快樂也很單純的 然後我也記得那時候的我 其實是一個很勇敢的女生 可能因為 我天性比較樂觀 然後在同學眼中 我覺得應該自己是傾訴的對象 就是遇到什麼事情 他們會喜歡跟我聊 有時候不見得 給他們什麼回應 但是他們 我很樂意把我的耳朵 借給我的同學們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的我 度量可以大到 容納所有人的心事 我就覺得 其實這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就是你怎麼會不放在心上 然後你替人家的秘密 你又真的能不講 有時候人家要跟你講秘密 也是用你拎頭 我就 不要說 說了你就會覺得 又多了一件事情在你的心上 所以我覺得 我希望保持那個時候的 單純跟自然 然後 我覺得也是現在作為一個歌手啊 我覺得很多時候也是這樣 你要願意 繼續是一個傾聽的人 而不是只是一直唱而已 所以也藉由這首歌 我覺得鼓勵各位同學 真的要 你們現在手機很方便嘛 就是你可以拍拍照 紀念現在的自己 你穿著遇打制服的樣子 然後以後出社會的時候 給自己一些鼓勵 就是你曾經其實是這樣 那麼一個純粹的學生 畢業典禮喔 因為我沒有念高中 也沒念高職 我是念專科 然後 老實講我那時候只是想要逃避 很多的考試 因為我都聽同學說高職跟高中 一堆考試 我本來就是一個沒有辦法 一直在預備考試的人 所以我就跟家人說 我可不可以念專科 所以進去念那個專科的時候 其實生活已經滿像大學生 就是小小大學生這樣 可以決定自己要修什麼課程 然後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自律嘛 所以 可是那樣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跟身邊的同學 或者是宿舍的朋友 更多時間相處在一起 比較不像別人說 課都選秀不同的 然後就很散 反而我覺得我相反耶 就是更多時間賴在宿舍裡面 然後跟他們有更多的交流 所以 畢業的時候 其實是真的很捨不得耶 而且我銜接得很緊嘛 就是以畢業 其實就是 去比賽 然後中間沒有太多喘息 或者是一些社會的經驗 就直接投入在比賽裡面 然後很快的就成為歌手 所以 我覺得就是很多以前的畫面 都會在腦海裡面 然後也是 我現在一直都有在聯絡的 一些同學們 因為 我六月 十六號會在高雄 開那個演唱會嘛 他們全部都會來 然後不定期 我們也會辦一些同學會這樣子 這次發行專輯 以往我們都是簽唱會 但是比起簽唱 其實我更喜歡就是 現場唱我的新歌給大家聽 所以我們就辦了巡迴的演唱會 六月二號是台北場的嘛 然後九號是台中在方舟 然後六月十六號在高雄的 Live Warehouse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來 其實票其實已經差不多 但是 如果大家想要繼續聽的話 說不定我們可以為你們加場這樣 你們都可以到環球音樂的粉專 或者是我的粉專來留言 給我一些你的意見 或者是聽到這張專輯的一些想法 好好喔 高中山沒看到藝人 可能有些同學不會唱 我們都沒有 你一夜就看到家人 有些同學應該知道我們一起去 家人家人在什麼樣子 你一夜就走 同學準備一起來唱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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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大了 怎麼會不會 紅了白白的 微笑的白白 找不到非常難的 尋找不到白白 心疼的難了 才會遇到白白 當時就不想讓我 你為了愛的真心虛彈 你幾點了就要去等待 不可憐 它被不斷斷 終於我約到了現在 你為了愛的那些別的愛 而愛才是一個愛 而愛 一首要送給你們 親愛的冰箱 請你們去快樂喔 然維穎過來人的身分 讓同學們當作參考 還鼓勵讓同學們 好好思考自己的業後方向 了解自己的興趣 並找出生活以及工作的熱情 讓畢業後的生涯更加精彩